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歡迎來到本次拖的有點久的雜談時間 因為感興趣的遊戲最近才要上 雖然期間也有人敲碗留言 希望我講某些遊戲 但我是在對那些遊戲提不起興致 就讓我在這邊簡單帶過吧 而本次影片的文案是斷斷續續的封好幾天寫 所以有些情報看起來會比較過時 希望可不見亮 首先是9月19號全球同步上架的 月光雕刻師暗黑行者 這款怎麼說呢 也是個情懷作品了 主要還是因為以前有看我月光攻略的老粉 希望我聊聊 所以這邊再拿出來特別講一次 但也如同我上次雜談講的 上限真的就是各種問題 或者又不知道多少人中了 雕刻師陷阱 另外還有人說這款像天堂 那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做關於這IP的小故事 就會知道是為什麼了 遊戲的底層主要玩法真的是沒什麼變 依舊是掛機戰裝的遊戲 現階段轉職系統也沒有開放 畢竟到時候轉職再搭配新職業 可以share一波商城禮包販售 遊戲甚至把前作中那些後期更新 跟課金戰力掛勾的內容也提前搬出來了 看來廠商是真的沒什麼梗啦 甚至還砍掉了平民當時的最強職業 魅弓 這玩法在當時可是非常的強啊 能透過技能強化寵物來增加輸出 在初期的時候就可以有強人一點的戰力 甚至在PK廠商 靠寵物就有機會咬死那一堆課金大佬 當時也是一堆工作室養小號的首選 但這種明顯做壞 讓一般玩家玩的爽但課長不爽 嚴重影響收入的職業 廠商是不可能容忍的 所以職業一刀切了 甚至連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寵物系統 也一同遭殃了 而原本可以依靠遊戲內免費金幣的交易系統 這次全面改成以課金貨幣取代 也把原本可以獲取大量免費金幣的成就系統 那個數量直接下修 以及野外有機會達到金裝的機制 就連可以釣到的魚種也被大幅減少了 甚至本來可以得到的免費課金貨幣也直接沒了 所以在我看來它其實跟前作已經是兩款不同的遊戲了 但依舊仍是各種工作室入住 掛機小號滿天飛 老問題還是沒什麼改變 而參考占全營收近9成的韓榜也只來到了35名左右 但我預估最高上限可能也就到這了 沒辦法向其他MAO星座衝擊排行榜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次負責發行的 並不是母公司KakaoGames 而是子公司兼開發的ExoGames 行銷力度沒這麼強所導致 當年這款遊戲在韓國還拿過第三名的好成績呢 雖然多少也是靠了天堂之父 加小說IP的雙重光環加持吧 但至少也輝煌過 如今就顯得有點落寞了 而且打國際牌的策略並沒有很顯著的效果 主要營收來源還是靠韓國 看來這次的浴火重生並沒有達到場上預提的效果 不如之後學別人改成放置玩法 撈一波休閒快錢吧 再來是龍席神級 根據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資料 開發商SGRI Studio 也是隸屬於字節跳動 或者說是朝夕光年旗下 這邊會特別提 只是之前有人留言說他反大陸遊戲 不過卻又推了這款 搞得我有點亂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稍微查證一下 那遊戲在一些玩法跟探索風格上 也讓我想到去年封測的遊戲 建於遠征2 啟程 雖然官方是以開放世界來標籤自己 但實際上仍不太像是單機或者MO上 那種大宗所認知的開放世界玩法 上手玩的體驗跟我想像中的也有點落差 美術可玩性UI佈局上 確實也比起常見的放置玩法高數不少 看得出來是有用心製作的 並不是一打開來就是肉圓可見的壞皮感 讓你5分鐘就有種想懈宰的衝動 但我對這種西方中古題材並不是太感興趣 劇情就讓我略過了 簡單講一下課金抽卡方面吧 35抽保底80抽額外送一支 不算雙倍的話一單20抽 每5抽約800元 抽卡成本換算起來其實算是偏高的 畢竟他是與榮與地下城的IP聯名 成本當然也順理成章的疊加上去了 不只抽不到傳說 這點還是稍微坑了些 前期推進度是沒什麼問題 並沒有被明顯的強度數值給綁票 也不是像Netmarble那種快速嘎酒菜作品 遊戲在我體驗起來的感覺還是偏好的居多 只是對自己的跳動在長線運運上 實在沒什麼信心啊 例如像之前在台宣布官服的放置50 或者二月上線現在已經岌岌可危的星球重啟 他們在產品經營的策略上 還是非常有騰訊式的風格啊 雖然這次是走多國經營 理論上會撐得比較久吧 但考慮對這間過往的印象 要課金的話 建議還是月卡略為投資就好 避免後續光速沉船 人為一個IP受害者 再來我在FB上有看到一款 神聖少女御教路 光看他使用的宣傳素材 直接就光明正大偷了 千年之旅 Nigi 必然航線 這種一眼就是純純詐騙的遊戲 各位就別浪費時間去下載了 那另外有一款 我當主公超勇的 最近也在瘋狂打廣告 但看到的關鍵字 藝人靈香代言 藝亨 神機血無者 我實在是懶得挖你了 省得之後又跑來檢舉我 只能祝福韭菜們 一路好走吧 然後前幾天介紹的那款 如死一般遊戲 神魔傳說 林山遺跡 他居然找了徐若軒代言 這波真的是下了重本啊 不狠狠嘎一波回血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拍各種 意義不明的宣傳影片來當廣告 感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這邊就不放了 總之就是很怪啊 更詭異的是 巴哈到現在也只有一篇留言 沒有各種假溫問題的水君 實在不太像過往這些遊戲的操作啊 也許廠商靠過往講出來的社群 已經差不多把台灣那些主力韭菜都倦養起來了 這款殺完就直接推到下一款 那另外再提醒一下 那如果遊戲遊戲我已經開箱過了 可以善用頻道內的搜尋功能去找找 真的找不到的話可以在留言 我可以丟給你連結 或者也可以自己試試當柯南 尋找備合答案 而前陣子東京電玩展剛結束 也為我們帶來了不少遊戲消息 尤其是網易的情報還特別的多啊 但自己吹半天 讓MMO再次偉大逆水寒 卻沒有登場亮相 反倒是帶上了一款未上架的 燕雲十六升 可見廠商還是知道啊 那個遊戲也就只能片片韭菜罷了 而燕雲十六升最新的PVE 跟去年的畫面 兩則落差也有點大 有時候沒話真的是要視可而止啊 別讓玩家產生不必要的期待 遊戲預計明年上限 到時候有機會再點評吧 再來又是代號無限大 繼續給玩家們打雞血 但跟上次試出的情報還是差不多 亮點人士在不確定是不是真自由 高機動的移動模式 以及各種隨便化的剪輯 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的開發完成度真的很低 但為了參展搶一波熱度 所以只能硬上 就連後面的採訪也是沒啥意義的尬聊 甚至把場景物件的利用跟破壞 都拿出來講 我其實是有點滿頭問號啦 這種在紅白機時代就存在的老技術 竟然在2023年的今天 被拿出來當賣點獎 你還不如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憋 也拿出來講好了 或者如果真的能做到像王國之類那樣 利用物件組合 拓展出無限的可玩性 那我真的是福樂U了 可能連東半部最強法國部 都要說你內行了 那有小道消息說 這款其實就是基於2019年的另一款 影視錄的換皮重生製作 當時也是丟落PV炒一波熱度 甚至還開過幾次測試 但市場反響一般 開發團隊在今年年初 雖然有出來講講話 但可能最終上層還是決定 將團隊重組把遊戲推倒重做 然後我有看到上個月有一間日本廠商 小數碼 他們有公布一款遊戲 或者說是技術解說的新項目 而恰好網易 也有跟他們合作開發遊戲 該不會就是看人家有這種成品展示 所以也學著放吧 而他們跟網易合作的那款 是以日本溫泉為主題的遊戲 魔女的泡湯生活 感覺是有點像是搖衣露營 這種以生活休閒為主的小品 而遊戲製作人炎野鴻鳴 曾經參與過擴散性 百萬亞瑟王的開發 不過遊戲的調性看起來是截然的不同 目前消息也並不是很多 等之後如果有開啟測試再拿出來講吧 另外一款是網易跟極英社合作的 Unbill the World PV座話風格我是蠻喜歡的 是過去曾參與約定了夢幻島的畫師 出水明日香 而在PV中有閃過一個短暫的戰鬥畫面 暫時可以推測為紙板加卡牌的戰鬥遊戲 不確定最後收衛類似七大罪 FGO 或者是不休的烏拉拉這種掛機戰鬥 其他也沒什麼情報公布了 只能繼續等消息了 那網易的這幾款都是在給玩家幻想的階段 比較接近現實的 則是無關手遊的單機作品 Rosty Rabbit 遊戲為日本的Night Tour Plus開發 也找來了胃痛大師 虛煙拳參與策劃 看上去很有經典遊戲洛克人的風格 而遊戲也被網友指稱 是借鑑了2021年由中國B站發行 太和網路開發的單機作品 暗影火巨城 確實單看兔子加機甲人設 很難讓人不去想像 網易是不是要故意模仿同行 不過我是無所謂 倒是更想看到 他最佑成品做不好 把自己口碑往下繼續砸 網易千萬不要讓我失望 再來同回參展作品 Big Games的破壞者解鎖世界 預計在PC跟手機平台上發行 比起前面某個廠商各種畫面講技術 塞一堆跟玩家無關的資訊 這廠商在9月13號丟出手持情報以後 就是直接在展場上讓玩家試玩 以及預告未來的開發計畫 這才是一塊真實能吃的餅 玩家看PP也可以想像自己能玩到什麼 廠商真的不要再程式碼敲一半 就急著宣傳 而Big Games的上一款作品 就是今年上架的黑色五月草案 這我在之前也講過了 目前台版跟國際版也還在預約中 遊戲玩法占定為三人組隊模式 未來也有可能會變成世人 目前沒有PVP 是以純PVE為主的劇情像遊戲 未來也會有多人聯機的模式 而在11月的韓國GSTAR上 會再展出更多的內容 並且明年展開封測 而根據採訪資料 本款是採用日韓合作 日方負責劇情加美術 韓方負責技術開發 那這種多國合作模式也很常見了 在過去不少作品上 也已經驗證過其可行性 而且如今二次元類遊戲 還是以日本市場比較穩定 畢竟韓國市場還是以MLO 或者PVP為主 但韓場遊戲在商業化上 也還是蠻令人害怕的 像黑色五月草案 其實在日韓服務表現上就有點翻車 雖然以IP改變來講 這作品並不差 但就是會在一些奇妙處拖後腿 未來上限其他地區的前景 也令人堪憂啊 再來講講崩壞3吧 也率先最近一個不小的消息了 明年二月會正式開啟第二部 同時會針對底層渲染 動作模型 玩法等大幅的優化 雖然之前就已經有消息了 但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喜不喜歡這改動先不談 但確實比起了很多鑽一堆 卻從來沒進步 或者看不行就直接官服的廠商是好上太多了 我印象中有這樣大改的廠商 好像也沒幾間 最多改改UI就很了不起了 雖然我也有在玩這遊戲 但始終找不到切入點 並沒有玩得很投入 希望未來的改動會讓人更滿意一些吧 再來是7月開台服 日服也準備展開收割之旅的 生之物語開啟預約啦 果然是露珠遊戲 不出意外的又要到處去破壞日本人了 看來接著就是韓國了吧 而反觀去年推出的 勇者不怕地下城的日版 在下個月就即將官服了 去年11月推出的台服 大概也會跟上了 畢竟營收數據看上去是真的不太好 而且同代理的模塊遊戲 又要去搞另外一款1999了 接著是另一款有點偏冷門的遊戲 巫術便衣月� 遊戲是由日本GECON旗下工作室所開發 4款基於1981年的老IP 巫術的正版授權 近期也將展開測試了 遊戲在2020年取得IP授權的時候 就有四處開發畫面 依舊是基於原作 第一人稱視角的迷宮探索玩法 在隔二兩年後終於面世了 這種迷宮探索玩法在近期是真的比較少了 我感覺上是偏向小眾的粉絲項作品 唱架後熱度應該是不會太高 而相比另一款 DNA與基因社 合作推出的摩擺類遊戲 Jump 群星集結 這種競技加各大經典IP的雜彙 明顯就更討喜些了 最近也開啟部分地區測試 而這款遊戲有讓我想到 中國有一款300英雄 就是靠塞滿各種動漫IP 以及搞抄襲同行文明 但我想版權方大概也是放棄去維權的 不然這樣的作品也不會2013年推出 到現在還在營運中 雖然目前摩擺類作品已經非常多了 不過顯然廠商們能持續看好其市場的潛力 就連寶可夢在2021年時也找來騰訊 協助開發摩擺類作品來分貝根 而且這次是原廠自己跳出來做 相對玩起來也會比較安心吧 本月14號魔物連人鬧正式推出 在日本地區的營收目前上看21日圓 看來手遊天尊這次是永遠不敵動作天尊的招牌啊 不過光日本方面就佔了全營收的近8成 這樣的營收數據對於廠商來講可能並不是太理想 而AR遊戲第一次玩的時候是真的會覺得蠻新奇有趣的 像當時玩Pokemon GO 我真的就是到處去外面跑來跑去 甚至還遇到同行 當時還有不少商場靠傻花點來吸引客人的行銷策略 遊戲憑藉著玩法跟IP的契合度跟影響力達到事業巔峰啊 而開發商後續推出的像是 哈利波特 巫師聯盟 皮克敏 Henry.NBA Award 這幾款作品反響就一般般 並沒有再創高峰 畢竟玩法還是圍繞最初代的作品 Ingress的遊戲模式不斷複製 後續也沒有太多突破的創舉 就算當時憑藉IP加持的巫師聯盟 首月雖然賺了1200萬美金 但仍是在去年1月宣告官服 而今年推出的NBA Award 首月則是低於16萬美元 也在本月宣告官服了 而公司前陣子也才宣布裁員說編 並且砍掉不少開發中的項目 所以這次的遊戲是會再算輝煌還是貓車 就讓我們繼續觀望吧 或者可以期待哪天七龍珠加入戰局啊 再來本月22號 Konami的實況野球系列 又推出了新手遊 看了一下目前營收 也是輕易的把SE新手遊 三陣出局 不過我對這類運動遊戲比較無感一點 但還是要說一聲 Fuck Konami 再來隔天23號 光榮特庫魔與小數碼 共同合作開發的 煉金工房新手遊推出了 雖然蜜大腿很像 但這次的負面評價也不小 主要是針對那不合理的課金收費 10抽就要6000日元 差不多就是1300元台幣 遊戲雖然沒有沒面上的天井 就是所謂的保底 但還是可以透過抽卡次數來交換角色 所以一個角色獲取金額 最高可以來到16000元 真不愧是貨真價實的煉金術 而對比市面上大部分的抽卡遊戲 都是落在一半或者以下的價格 當然也有類似的高價特例 像是Niggy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貴 或許廠商就是以他當作參考值吧 不過普遍來說 日本玩家對遊戲的課金是很寬容的 如果能讓他們這樣沿上 或許是覺得品質沒有達到預期吧 真別說Niggy貴傷傷的 但總移送裡面 日本可就佔了6成了 雖然遊戲也有一些晃動要素吧 但只靠主要角色來殺 跟少數的妹子的挑大樑 就要去打別人成群絕對的各種XP任選 這個前期戰力明顯不足 於是反應在目前的營收上 也是直接中挫 目前是僅有1.361日元 希望是不要還沒回本就逝去 不過這邊還是要講一下 我並沒有玩過這款遊戲 這個定價特例還是要結合遊戲的整體來看 但以價格來論的話是比較不公平的 再來韓國方面 我看了一下下載版排行 那款海賊王的盜版 世皇在寧 竟然慕名衝了上來 所以目前的課金佔比就是 韓國、台灣、香港、三國鼎立 但不竟這個遊戲是個盜版 可能隨時就會消失在榜單之上 另外一款是下載版的第二名 但一看就是中國的量產幻皮遊戲 查了一下這個翻譯叫做快刀亂麻 這個取名也是蠻神秘的 而遊戲乍看起來是間韓國公司 但它很多都是大陸的幻皮遊戲 而合作夥伴也有不少優質的老面孔 看起來背後並不單純 未來有機會再來升蛙 而放置774在本月累積營收 已經來到了第二名 也是光韓國市場就貢獻近8成 不過李漢棟韓國龍頭天堂M 可能還是遠遠不夠 今年一路看下來也就頁壓贏過那一回 不過可能是遊戲這波的成功 有幾間媒體就把Netmarble 寫成了RPG大師 說實在是有點太舔了 Netmarble在今年跟去年 並沒有任何一款遊戲在年營收上近百大 真的不是垃圾出的多 就可以當什麼大師 廠商還是好好做的人吧 那最後這邊本來是有人要聊聊 UNITY在9月12號關於收費調整的事情 但9月23號 官方又聽取名義 把先前的策略改變了 果然讓子彈飛一下 是個好文明啊 有時候真的不用太急著去下結論 我猜廠商可能是產手遊這塊大餅已久 想把那巨額的下載量變現 所以一堆高財神股東就開會想了這種天才策略 原本修改前的方案是 當遊戲收入跟下載達到一定門檻後 之後每位用戶只要下載安裝 開發廠商就必須支付0.2美元 這對大廠來說可能無所謂 但對中小廠商來講卻非常有殺傷力 舉例像是社交派對這種高用戶量 但付費意願沒這麼高 或者是像其他免費作品 但內購力度並不高的遊戲 原本靠長線運營可能可以小賺一波 結果反倒越經營越虧 反倒不如去炒短線算了 而且這個下載安裝的計算方式 也明顯有漏洞 假設如果我要搞死同行 或者工作室想搞手刷之類的 可以靠腳本或者程式 重複進行安裝作業 最後遊戲上線沒幾天就宣告破產了 總之就是這個收費策略一出來 就被各大開發商口足比伐 Unity也光速滑貴 希望能為下滑的口碑止損 但實際上已經對不少開發者的未來計畫 產生衝擊 讓他們產生焦慮 因為一旦廠商有這種試探底線的想法 難保未來不會用其他看上去 相對溫和的方式來收割 那些中小的廠商已經考慮對後續的新產品 尋找替代引擎 像是虛幻、GODOT 也促進了其他遊戲開發平台加入市場 只能算啊 信任建立要很久 但崩塌 只是一瞬間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P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問一下 還有 先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先來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